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Webduno的部分 我們待會會用到的這個套件是它裡面主要針對學校的部分 它會有一個套件裡面有這些工具 那麼我們待會模擬器裡面會有局部的這些內容 像在這邊這個打開裡面一樣有 包括這個有一個小小的開發板 這裡有一個開發板 這邊像這樣小小一個開發板 上面就可以搭配這些包括像這個LED點底針 就是我們外面看到那個跑馬燈那種的 那超音波有沒有常看到超音波 沒有至少有聽過對不對 到車的時候一定會有 然後像這邊還有這個鋒鳴器 還有L1針還有紋濕度啦 震動開關這上面都有 那實體看實際的照片的內容就是找到這邊 好的 那麼因為現在互聯網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這個IoT 所以呢 一般我們會跟 有另外一個Webduno跟它相提 並論的就是叫Arduino 那Webduno事實上也是Arduino 剛開始它板子裡面也是跟它有關係 因為就是透過網頁加上Arduino 所以可能有些同學或老師 您可能在教授的是網頁的課程的時候 這個對Webduno來講 您要入門就相對容易 因為它所做出來的這些程式碼 這些程式碼 我們都是現在寫程式都很簡單 都是透過積木的 但它寫出來的就是屬於我們網頁的語言 JavaScript跟HTML 那相對於一般工科的 他們可能是用Arduino的 那這個用C啦C加加 對大家來說就不大容易 就相對來說比較難一點 那每個各有它的優缺 所以以Webduno來講 它以Web技術來做的話 它的好處就是 我們要做溝通相對容易 那寫起來理解度也相對比較高 目前Webduno他們有推出3塊板子 那我們今天用到這個叫做Smart這個板子 是它比較最近推出的 那麼往前呢 這裡還有一個馬克一號跟這個 這是他們最早推出的一個板子 所以這個的話呢 會跟我們那個 就是Arduino 我們剛剛上面的那個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那Webduno呢 因為它是透過網路 所以就好像平常各位在看網頁一樣 你可以多個人控制一條 也可以怎麼樣 多個裝置之間互相溝通 也可以這樣子 所以這都OK 或者甚至呢 多個一個人控制多台 都可以 這個是它一個很大的好處 因為 就好像我們上網 各位上網知道要不要設定那個IP位置 有沒有 上網不是有IP位置嗎 那就跟那個道理一樣 每一個 我們的這個裝置 連到網路上之後 它都有一個名字 那你只要叫對它的名字 它就會跟你say hello 好 就跟你say hello 即使你是不同的板子 也沒有關係 好 不同的板子 它就很方便可以去玩 好 好